再回顾一下位置啊 这是多列机 从上到下 这是旋转机 比它更多更细 比它这个 范围更广 所以这是多列机的一个样子 旋转机比它更细小啊 在里面呢 每一个这个 脊椎的间隙有这么一些 rotators 我们看一看这个 旋转机的这个立体 Z. The deepest layer of the muscle in the lemanian grogals that runs up from the transverse process of a verbal to the smallest process of the verbal above the east 说了一大堆 给了一些专有名词 它是一个最深的一个肌肉 Deepest layer 最深的一个肌肉 在什么呀 在锥板钩 在这个里面 它负责干嘛呢 它负责干嘛呢 就是向上呢 延伸到这个横秃 关于这个脊椎 然后到这个 肌秃 关于这个脊椎 这两个 这两句话 横秃和 肌秃 告诉你们 明白这个肌肉是哪一个肌肉 哪一个肌组的 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横积积积积积积 有特点 就是 都是从横秃到积积 从我们的这个 脊椎的横积 到这个积积 从横的这 到竖的这 只要是满足这个条件的 这个都是横积积积积积 所以呢 横积积积积积积积有三个肌肉 就从这三个肌肉里面挑就好了 大家看到啊 为什么给你这个 条件 就是因为 它要让你知道 它属于什么 属于横积积积积积积 那我们知道横积积积积积积呢 有三个 一个叫半积积 一个叫多类积 一个叫做 Rotator 旋转积 我们看这个答案当中 ABCD A旋转积 B 叫做 Inter-Spanish 我们的这个 脊椎积 还有呢就是Inter-Transverse 叫做横 横积积积 横断积 横积积 最后一个呢 叫做Inter-Oblicues 那斜积 和那斜积 这四个当中 只有Rotator 是属于我们的这个 横积积积积积积 另外呢 这道题还有一个判断的方式 就是你看 Deepest layer 最深的 我们说呢 在横积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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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横积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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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 这个rotators这个肌肉 是谁的一部分 以下哪一个机组的一部分 A叫做transfer of Spanels 横击机 B Avergust Spanels 竖击机 C 制造 request Captist 我们的这个 头直机 还有一个什么 头甲机 Captist 在这四个当中 大家都知道了 rotators 属于这个 横击机 机组 这个rotators这个肌肉呢 很容易啊 很容易记 也很容易理解 他有一个难点 什么呢 就是大家如果要不认识的话 很可能在想 这个rotators不就是旋呢 内旋外旋得给一个方向啊 就只是这个旋属于什么东西呢 在这里面大家要注意啊 如果要是考试当中出现这个rotators的 这个名称 不是动作 它是一个肌肉 就叫做旋转机 就叫做旋转机 大家注意一点啊 把这个搞清楚 这个就是这个旋转机的一个特点 也是它的一个难度 很多同学呢就是看其他的这个肌肉都能想起来啊 这是个肌肉 一到这 搞不清楚了 这到底是动作呢 还是肌肉呢 是个 肌肉啊 他就叫做rotators 旋转机 就是这些小肌肉 好吧 这就是关于这个旋转机多列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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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